哈囉 這次主要是要講關於SARS 3.3的Source Maps的設定 透過這樣的設定我們在開發SARS會更加的快速 然後具有效率這樣子 我們先來看一下以前在開發SARS的時候 都是怎樣跑流程 像譬如說目前這個點Bus的話 它四個背光是藍色的 那如果我今天要查這個是藍色 我選擇在這邊點右鍵檢查元素 它會把對應的HTML還有CSA給抓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要改code的時候可以看得出來說 它是在all.css 冒號第二行裡面 可是呢 因為SARS的話它可以 import好幾支SARS檔案合併成一個 所以有時候馬來士必須點進去才知道 它是隸屬於哪一支的SARS檔 像譬如說以這個SARS檔來講的話 它是在Page裡面 所以 通常來講我在儲存的時候 或是要修改的時候 我就會按它在SARS的Page裡面的第三行 那你的話 像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把專案資料夾 像譬如說我專案資料夾是project 我就把它拉到左邊 左邊的這個區塊來 拉進來用就可以按下Ctrl加P 然後去搜尋你要檔案 像剛剛那檔案的話是在SARS資料夾裡面的Page 空白 空白就是下一層的意思 裡面的Page.sars 你會發現到時候它會出現 第一個就是 那這樣的話如果你今天要在第三行 你可以打帽3 這樣就可以即時對應到你要的位置去 說到這邊的話就是以前我們傳統的開發方式 那開發方式你會發現到說我不管你做什麼樣的事情都會去點進去 然後看 看註解 才可以看到我們要的東西 不好意思 才可以看到我們要的東西 所以這樣在 撰寫上都還不去點一下才可以看到我們要修改的東西 其實這樣是 比較不方便的 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SARS3.3 SourceMaps的話 它可以如何更加有效率的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點你必須開起來 Clone裡面的設定 那裡面的話會有 Geno 一般 一般設定裡面有個Source 那Source的話就是說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 Innerable CSS Source Map 你必須把它打開 這樣子 那打開以後呢 第2個的話 我們先來去 Watch這個Project的專案好了 所以我開Tunnel出來 那開Tunnel出來以後 有辦法關掉好了 重新開一個新的 那開出來以後我就按一下CD 就是要到的資料夾入進去 然後把Project拉進去 你就會發現說它已經到Project資料夾了 那再來我就打 Compass watch 好 打完你會發現說它 重新附寫的2.css 是當然的 就是說你今天 你修改了什麼 譬如說把它改成紅色的字好了 它就會重新refresh 2.css出來 所以它會變成紅色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用SourceMap的時候 你必須在config.rv 再去加一行code 那一行code的話就是SourceMap等於True 這一行 好那我們儲存喔 那儲存以後的話 這邊不會即時的compile 它會變成紅色的 所以我們必須先解除掉 然後再 重新compass watch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code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會發現到說 它今天 像我們還沒有加上那行的時候 它只有編輯書寫寫出來 可是加上了這個 你要開啟SourceMap的話 它多了一個點map檔案 那這個點map檔案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 你透過這樣的方式 它這個點map 就是說它可以 透過這樣去溝通 我們可以把它開起來看一下 這個 你雖然看不懂沒有關係喔 但實際上它的意思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 CSS 你今天如果加了SourceMap設定的話 它在CSS最下面會加上這一行 那這行的意思就會說 我今天要去讀 歐點謝謝點map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這個東西 它就會再去連接到歐點Source檔案 所以你可以把點map檔案當作是說 它是個地圖 那它會去連接到歐點Source這個檔案去 好 像譬如說我們現在做完這樣的流程以後 我們再重新整理一下 你會發現到說 它變成歐點Source檔案 那點bus 它就會變成pageSource3 所以 你透過這樣的方式 在找檔案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找 我是要改 -page Source檔案第3號 所以相對來講 你這樣要找到你要的call 變得更加容易 你沒有必要每次都還必須點進去一下 才可以看到你想要改的call在哪裡 這樣的話你可以看出來 這樣修改上 是比較 是比較繁瑣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SourceMaps的話 增進了我們不少 增進了我們加快我們的效率 關於debug的部分 好 那再來的話如果你想要做更進階的動作 像譬如說你希望點進去 它可以去儲存啦 那儲存完以後還可以去做 它可以即時的去更新 本地端檔案我們該怎麼做 這樣子也是做得到的 不過還是需要一些流程 首先的話 我們必須先把 我們專案資料夾跟瀏覽器 可以有一個共通的連接性 所以你必須先到 這個齒輪裡面有個workspace 然後要加入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意思是說 瀏覽器就可以跟這個 資料夾有共通了 就可以加入進去這樣子 所以就把project資料夾拉進去 然後允許權限 你就會發現到說裡面多了這個資料夾 好 那除此之外的話 你今天要做這樣的事情的話 你還必須用localhost網址 那localhost網址的話 這樣子好像也是可以的 我們來試一下 像譬如說以這樣來講好了 那我今天的話我就可以寫說 我這個file 貓號寫寫了 裡面的SARS檔案 點All.SARS 然後它Mapping的話 它按右鍵 它會有個MateToFileSystem 就是說你要連接的是哪個檔案 我就點一下 那我連接的話 自然就是All.SARS的檔案 然後按確定 這個就是因為你剛剛 Chrome你加入這個資料夾 專案資料夾 所以它就會對應到這個地方來 好那對應了以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你想要改這個紅色的 把它改成藍色的 我們來看一下該怎麼改 像譬如說現在變數是紅色的 那我把它改成藍色的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洗腦 就表示說你動過檔案了 所以你要按一下儲存 把檔案儲存起來 你發現到了嗎 它儲存起來 它compile出來 就變不一樣了 它就變成即時的去做 呈現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A這邊的話 檔案的話 它也更能去做 更能顯示出來了 對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即時的在 搜尋 在那個Chrome上面直接 編輯 編輯完儲存以後 檔案也可以跟你一起做更新 對 那除此之外的話 它今天在搜尋 的部分 也很厲害喔 像譬如說 如果我今天要搜尋這個變數的話 我就按一下Commet鍵 你可以發現說它會多下底線 那我再按一下滑速左鍵 看到了嗎 它滑過去的地方 對應的地方竟然是在變數上面 所以它也可以去追蹤變數 除了變數以外 它甚至可以去追蹤 Missing 像譬如說我先讓各位看一下我的SaaS的架構 我的SaaS的架構其實就兩個檔案而已 一個檔案就是 O.SaaS檔案 那我在最上面寫一個Missing 那我在Page裡面的話 這個Bus有載入這個Missing 好 所以如果今天我在Bus這邊 好在Bus這邊了 那如果今天要看這個Missing的話也是一樣 我Commet鍵按住 然後點一下它 誒 發現到了嗎 它找出Missing出來 所以SaaS 那個SaaS的SaaSMap真的很強 所以你今天要改東西也是一樣 你就 你就按一下 如果今天要改成10 誒 發現到了嗎 右邊多了10欄出來 那檔案的話 也跟著去做同步的更新 其實也同步去做更新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寫的檔案也同步去做更新喔 那你的O.SaaS也同步去做更新喔 對 所以就看你的需求啦 如果你覺得說你這樣看 直接改就OK了 那就這樣做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希望說 我希望也做到這樣的效果 我點一下 那就可以去更新檔案 那這樣的話你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更新 本地端的檔案也可以 就看自己的需要 所以關於SaaS3.3的SaaSMap的功能 我想就介紹到這邊 在補充上的任何效果 再次刷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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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